据法治日报,上海市民张女士非常后悔,带自己的孩子去整牙。 去年年底,她两岁半的女儿因为个别牙齿反合,被某诊疗机构建议安装隐形矫正器,每天佩戴时间要买12个小时。 令张女士心碎的是,这次取摸经历给孩子留下的阴影。 到现在,刷牙都是问题,因为孩子特别抗拒有东西在牙齿上动,已经半年多了。 张女士注意到,在她所在的与矫正牙齿相关的交流群内,家长给三岁左右的孩子做矫正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有的家长给三岁半的孩子做矫正,还被群友说,太晚了。 记者咨询北京多家儿童口腔诊所发现,根据年龄段和矫正方式,幼童矫治疗程报价从1万元至4万元不等。 咨询过程中,一名自称医生助理的人士介绍,如果父母有反合的情况,儿童也会遗传。 第一个治疗周期,最好是三岁至五岁,可以防止面形发生变化。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儿童牙套,发现有数百个相关商品推荐,食品及硅胶牙套每付300元至800元不等。 天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张吉霞成,三岁左右的孩子看要不要正机,是为了判断乳牙裂,建立咬合后,孩子是否存在错牙和畸形。 在剃牙期阶段,孩子年龄较小,配合得依从性差,如果佩戴角质器,反而会给孩子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